電影的巡述隊跟警察是要怎麼分八雷 有這麼多民眾可能會覺得不舒服 有港尾提出求證案 因為台中市電影的巡述隊 最後跟車輪跟警方相過是一樣 有可能會讓民眾分不清楚 而且損害到警察行傷 要求冠軍來改善 不過台中市是望向做隊員任務 港尾當然是關上桌囉 警方的罪行 不然不容易分得清楚 甚至有違法的陷害 港尾完全是順小隊並沒有公款的 平常不可以請公開的罪行 不然不容易分得清楚 就連看起來進行也不容易 違法如臉來看 身體實體有違法模様 提出糾正案 要求順小隊的作業和車輪 應該快要改善 不過聽到順小隊原來的狀態 是沒辦法真懂 我們是用金黃色 它是用紅色的 所以是差別很大 車來的環境是這個比試看 順小隊的無法飛降 是台中市的黑心田和阿湊的標題 跟警方的和平和民憲不同 都可以民憲看得出不一樣 這順路車雖然都是黑白燒湯 不過順序都有民憲的日來區分單位 它在順小隊的順路車 會再加了紅菜和紅菜來做分析 順小隊原說 當初為了好主拍賭 才做出雷修警方的借貨和車輪 為了分析 一年之前這種貨中的寬氣跟八張 以及車身來修改過 現在還被鋼菜以來糾正 實在是真沒力 民眾對這個服事的瞭解程度不止 只認為說在路口上面協助指揮交通 或者是各種邪情 邪情工作的時候 就認為他是警察 警察人員 其實這是錯誤的看法 目前台中市有一班控告百萬的順序隊員 差不多三百萬加順路車輪 以後全部蓋過的保守顧客 最少也要兩千萬的醫生 這比前往來貨還是問題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也因為去賣秀的情依 以後這個官列期後面請求表示 現在順序隊的借貨和車輸 已經跟警方有分析 日間差異來提出糾正 也有很多順序隊來漸漸改善